耶稣为你受难 耶稣为你受死 耶稣为你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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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有永远的生命 阿们 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很多的事 所以我们这个月 我们叫担当月 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 耶稣为我们担当那些什么事情 我们看一下今天要分享的经文 以赛亚书53章4节 一起来读一下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我们责罚 被神击打不待 阿们 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 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那些什么事 我们看第一点 耶稣担当我们的忧患和痛苦 我们对方们大说好吧 你有忧患 你有痛苦 不要担心 耶稣为你担当 阿们 说实话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 真的很不容易 每个人都有自己难言的忧患和痛苦 因为得不到 我们就产生了忧虑 因为得到了怕失去 我们就产生了痛苦 我们的生计 心里每天 有很多痛苦压在我的心头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 那个疼痛 是怎样的痛 那个苦是怎样的苦 但有一个人他所经历的痛苦 他所承受的忧患 超越了我们今天在座的一个人 超越了我们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人 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是神的儿子 他就是神 阿们 耶稣为了我们降生到这个世界上 又为我们而受死 让一切都有个机会 我们中国有句话 就是有钱难买后悔药 对吧 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我认为我们有一个后悔的药 这个药就是耶稣基督 只要你向他悔改 他就给你永远的生命 阿们 请我们对旁边告诉我们 有一个后悔药 我免费送给你 他就是耶稣基督 阿们 这个世界上 除了耶稣以外 没有任何的人 能够解决我们生命当中 罪的问题 死亡的问题 还有将来我们的灵魂 要走向任何地方的问题 只有耶稣基督 能够混乱美好的恩典 可惜的是 耶稣基督在两千多年前 降临 以人的方式降临到这个世界 不是降临在王宫 也不是降临在 富贵人的家庭当中 而是降临在 马桥当中 以一种贫穷的方式 来到我们当中 没有人接纳他 圣经当中这样描写 约翰福音一章 《世界到世界》说 他在世界 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到不接待他 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很多人都能够容纳他 不能接受他 他所忍受的 这种心灵上的苦痛 是我们今天在世的每个人 没有办法去体验 没有办法去承受的 耶稣是神的儿子 满有其爱和怜悯的主 为了拯救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所以来到这个世界 但世界上的人不但不接待他 反而最终把这个爱我们的耶稣基督 行了神迹歧视的基督 医治了所有人疾病的基督 让死人复活的基督 定在了十字架上 用财忍的方式 拿走了他的生命 所以我们所受的一些苦痛 我们作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被上帝所创造的 我们所受的苦痛 在神看来算不得神 因为耶稣说 我担当你们所有的忧患 担当你们所有的苦痛 阿们 耶稣受苦是为了担当全人类的忧患 是为了全人类的不得到救赎 所以他替我们忍受了所有的苦难 没有认识耶稣以前 忧患给我们带来的是痛苦 痛苦给我们带来的是疲惫和不堪 给我们带来的是伤害 可是认识耶稣基督以后呢 忧患和痛苦就成为了操练我们的方式 让我们在忧患当中 痛苦当中可以怎么样 可以成长 阿们 所以我们作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要勇敢地面对我们所要面临的所有的忧患和痛苦 不要逃避也不要惧怕 因为神通过这些环境 让我们在神里面长成他所学的样子 有一个事例啊 有位年长的老姐妹 她常年患病啊 所以经常会产生疼痛的这种 就是很疼痛 每当他厌着疾病 疼痛不堪的时候 他都一声不哼啊 在那边忍着 所以有很多认识他的人说 你不要忍啊 你这么疼 你可以喊出来 但他说 我不出生 不代表我不疼 我非常的疼 但是在这个疼痛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都在默想 主耶稣为了我的罪 被钉在十字架上 流出宝血 别人用钉子钉在他手上 钉在他脚上的时候那个颈下 我就不疼了 因为耶稣为我们担当了所有的苦痛 阿们 所以他说 这小小的痛又算了什么呢 所以在我们最痛的时候 我就对主说 主啊 我再疼也没有你疼 因为你担当了我所有的苦痛 当我们落在百般的苦难当中的时候 我们要对主说 你要挪走我们的苦难 因为你担当了所有的忧患 在苦难中体验到的是主的恩典 我们只有在苦难中才能经历到 主的恩典和慈爱 祝福我们再生的美丽通姐妹 到了2019年快结束的时候 你们在一年当中经历了很多 别人不能够体验到的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的 那些所谓的忧愁和忧患 可是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 把这一切都交出给神 然后在神面前告白说 神啊我知道 你担当我所有的忧患 我也知道 你担当我所有的痛苦 阿们 把一切都交给神 我们就在神内里可以 对着真正的自由 希望我们在2020年 放下所有的忠担 欢欢喜喜的 来到神面前 如同以赛亚书当中所提到的 让我们能够如鹰 展示善痛 在神的里面重新有力 每天在神里面充满 神所赐予的力量和恩典 阿们 第二点呢 耶稣担当了什么呀 耶稣担当了 祂为我们受了刑罚 担当了我们心中的不安 我们今天来到教会 很多人都求什么呀 希望能够在神的面前得到平安 身体的疾病虽然会给我们带来苦痛 但是内心当中的不安 没有人能够解决 所以很多弟兄姐妹 为什么愿意来教会参加礼拜 为什么喜欢唱赞美 为什么愿意分享祷告 因为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 神赐给我们来到天上 别人都能给我们的 那个属天的平安 阿们 神 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 降职到这个世界之上 祂替我们承受了所有的刑罚 然后呢 担当了我们心中的不安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这份喜乐 阿们 希伯来书 九章二十七节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皆有审判 很多人为什么不安 因为怕死 惧怕 惧怕 我们在生命当中所面对的这些危险 因为要死 因为要受审判 这种对于未来和未知的恐惧 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不安 这个世界在追求的是一种平安 可是世界上追求的平安和我们基督徒所追求的平安是不一样的 世界上人追求的平安是什么呢 通达 顺利 发财 有钱 有名利 有地位 可是在圣经当中所提到的平安 并不是这样 神给我们的平安是灵魂的平安 这个是用钱没有办法买得到的 用地位 用财富都没有办法买得到 当耶稣进入到我们心里面 在我们心中做王的时候 当耶稣用他的手来触碰我们灵魂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 阿们 对旁边大声说好了 在你的心中 在你的心中 有一个座位 有一个座位 耶稣在上面 耶稣在上面 耶稣做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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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 你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 阿们 我们的心里面呢 有一个空处 这个空处啊 用什么都没有办法填满 用钱 用朋友 用关系 用感情 用情趣 都没有办法填满 永远是空虚的 只有耶稣基督进到里面 坐在你心中 宝座着他的时候 那个平安 才会真正的得到 阿们 愿耶稣基督 都成为我们心中 真正的王 阿们 可是有的时候 我们都把耶稣赶下去 我们自己在心中做王 那个空虚 不安恐惧就会出现 马太福音 十一章二十八节 进来读一下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是给你个安息 菲利比出四章四道八节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当教众人知道 你们谦让的心 如已经进来 应当义无挂虑 只要凡世界的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弟兄们 我还有畏惊的话 凡是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德行 若有什么称赞 这些事 你都要死定 阿们 神会赐给我们什么样的平安 出人意外的 是你想象得到的 是从天上的 是神那个奇妙的平安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想象 当你真的见到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 这个平安就与我们同在 阿们 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和关心的焦点 为什么会不安 因为你天天想着不开心的事情 你天天想着都是焦虑的事情 所以你就会不安 有人说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 为什么神说你们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 当你思想神的时候你就会平安 当你思想不快乐的时候 你肯定会不高兴 当你想你不喜欢的人的时候 肯定会不高兴 当你想为什么老板跟我长工资的时候 你肯定会不高兴 对吧 当你想为什么我的老公每天惹我生气呢 你肯定会不高兴 转移一下你的注意力 转移一下你的眼光 把你的眼睛放在神的身上 仰望神的时候 你心中所有的不安 所有的忧虑 所有的焦躁都会怎么样 都会消失 神的恩来就会进入到我们里面 阿们 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去 把眼光专注在神的身上 诗篇的这个作者是很聪明的 诗篇的作者他就告白说 我要仰望神 我要下个山举目 那个山是哪里 是神所设立的那个圣殿西安山 我们看诗篇一个21片 我们先来读一下 我要下个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烟华而来 他必不叫我的脚摇动 保护你的 必不打腿 保护以色列的 你不打腿 你不睡觉 保护你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在你的右边 因比你 白日 太阳 必不伤你 夜间 月亮 必不害你 耶和华要保护你 免受一切的灾害 他要保护你的性命 你出 你入 耶和华要保护你 从今时之到永远 阿们 我们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 可是这个经文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 你要仰望耶和华 快结束的时候 重新来回顾我们在生命当中 是否很多时候远离了神 是否很多时候没有仰望神 我们今天重新回到神父面前 单单地仰望他 我们就会在神里面对着真正的平安 阿们 那我们看一下彼得呀 彼得就是一个在神的里面 亲身经历了仰望神就得恩贝 不仰望神就出事情 一个事例 我们读下经文马太福音14章28节到31节 彼得说主如果是你 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耶和华说你来吧 彼得就从船上下去 在水面上走 要到耶和华那里去 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 将要沉下去 也喊着说主啊救我 耶和华赶紧伸手拉住他说 你这小心的人啊 为什么疑惑呢 在风浪当中的时候 彼得和文童在风浪当中在船上 在远述有一个人看到了 然后耶稣说 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的话 你让我在水面上行走 让我到你那里那里去 彼得就在水面上行走 正在水上走得高兴的时候 突然起了什么呀 起了风浪 当他的眼光不再看耶稣的时候 当他的眼光专注到风浪他的时候 就出什么事情来 掉到水里面去了 然后就喊主啊主啊主啊你要救我 然后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 你这小心的人他为什么要疑惑呢 我都已经让你在水面上行走 你为什么要害怕呢 我不知道各位都解决你们 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没有啊 当我们爬高的时候 爬梯子 就是往上爬的什么 很高不高的情节 如果你只是往上爬看上面 你不会害怕 可是当你往下看的时候 你就吓死了 你已经不敢动了 特别有恐高兆的人 很多人都说你不要往下看 你只往上看 为什么 因为人的特点 当你看到边险 看到风浪的什么 就容易怎么样 受影响 所以耶稣给了我们最好的人类 你只要仰望你就可以了 不要看别的地方 把你的眼光专注在神的身上 你就可以怎么样 得到整个的平安 阿们 对 那希望我们在神里面 不要像彼得一样 本来已经有了神迹了 本来已经有了恩典了 突然起了风浪了 突然有了环境了 有了逼迫了 我们就怎么样 就跌倒了 然后耶稣就对我们说 你这小气的人啊 为什么要疑惑呢 我已经把恩典给你了 为什么你要远离我的 希望我们在2020年 能够经历更多 像彼得在水面上行走一样的恩典 而不是有了风浪的时候 就害怕而跌倒的那种事情 而是单单的在神里面 借着神所信我们的恩典 癌症啊 越来越年轻化 以前是年龄大的人的癌症 现在不是了 年轻人 小孩子都会得 已经很普遍 甚至很多癌症 都是没有办法治愈的 人的胎心导致食品 环境 变质 人心变质 人的身体也变质 所以我们经常看中国的新闻 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 奶粉有问题 肉有问题 什么都不敢吃 我记得这个 坐在后面的 我这个孟迪姐妹曾经介绍过 是吧 在山东的一个真实的经历 草莓 中草莓的 有几个打工的大妈 然后这个 这个 中草莓的这个 老板说 你们不要吃这个草莓 吃的话会中毒 然后这四个大妈里面 有两个人都吃了 中毒了 好像死了是吧 对吧 你看 这小型的人 为什么不相信老板说的话 为什么 草莓是那个毒 哇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可是这两个大妈是怎么想的 就是为了让我不吃这个草莓 不是吗 骗我们骗谁呀 骗小孩子吧 结果怎么样 中毒了 所以现在吃了 人心都已经变质了 拿人的生命 再开玩笑 只要为了利益 什么都可以做 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健康的世界 耶稣不但能医治人的身体 耶稣能医治我们的心灵 阿们 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 阿们 有许多人 恰恰是因为疾病 而认识到耶稣 我们在座的很多对于前面 都是因着疾病 在神里面得到医治 相信耶稣的 但这不是唯一的道路 我们的心灵 在神里面得到平安 我们相信耶稣的人也有 我是一个罪人 我到神内间悔改 神赦免我的罪 让我们心里得到自由的人 回到神面前也有 耶稣是医治我们的主 是医治我们的神 阿们 我们对于旁边人大说好 耶稣医治你的身体 耶稣医治你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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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医治的神 就算是绝症 在绝望当中 我们只要一按摩耶稣的话 耶稣赐下祂恩典的话 就可以得到医治 耶稣让瘸子可以行走 让虾子可以看见 让死人能够复活 所以人说 我向耶稣祷告了 他也不医治我的疾病 圣经当中也有这样的例子 保罗向神祷告了不是一次 祷告了三次 主啊 祂把我这个疾病拿走了 把我这根刺拿走了 耶稣没有答应他 到了第三次不好使的时候 保罗说的句什么话 主啊 你的恩典够我用 阿们 不医治也是神的应许 为什么 这个疾病留在你身上 我让你知道 你不过是一个人 你的身上有很多不足和缺乏 不要验证 我给你了你的恩典去教 所以医治是神的恩典 不医治也是神的恩典 阿们 可是在 在新约事理当中 耶稣医治疾病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很多共同的话语 你的信救了你了 主若肯 我去救你 都是来自于我们的信心的 之前说三章七到八章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要尽为一环远明过世 这片一身体的毒气之后你的感觉 怎么样可以得到真正的一致啊 尽为一环的人 身体得到一致 心灵也不能医治 阿们 耶稣用我肯来医治我们 什么意思 能医治的是主 不能医治的也是主 马太福音八章二节 有一个长大八分的来拜他说 主若肯必能叫我接近 他的信心来自答异 主啊你若是答应 我就能够医治 不是说我说你要治我 才能够医治 他的信心在哪里 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阿们 耶稣是神的儿子 行了很多神迹 医治了很多疾病 圣经当中 大约有四十多个 医治疾病的事 耶稣常常使用那句话 就是说什么呢 说你的信救了你 我们对朋友们大家好 你的信救了你 我们今天在这个委员的姐妹 当我们来到神明天 相信耶稣的那一刻起 我们就得救了 我们的身体得医治 我们的灵魂得医治 我们可以进入到永恒的天国 得到永远的生命 阿们 可见呢 耶稣 在耶稣看来 对于医治神迹 对于医治这方面的事情 耶稣认为信心是最重要 耶稣强调的是信心 你信还是不信 你信我就医治你 你不信 你这小气的人 你这疑惑的人 就会怎么样 就没有结果 新约当中 讲到一个人 用褥子 被人用褥子 坠下来 从房顶 对吧 从房顶 坠到这个屋子里 我们看一下经文 怎么说的 这个摊子 华大夫192 我们先来读一下 有人一个褥子 抬着一个摊子 到耶稣跟前来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他们说 小子 放心吧 你的罪涉了 他没有说 你的病得医治 他说什么呀 你的罪得涉了 看来疾病和罪 也是有关系的 不是所有的疾病和罪 都有关系 但是有的疾病和罪 是有关系的 有的疾病和什么有关系 和神的荣耀有关系 耶稣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你的病是为了荣耀神 所以我让你够医治 为了荣耀神 荣耀神的 那个荣光 如果我们是一个 卧床不起的 你们会让四个人 把你抬到屋顶 再放下去 你要治我的疾病吗 好像不太容易 可是能够让人 把自己从房顶 坠到这个屋子里面 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信心 所以信心需要什么呢 需要行动 这个摊子 从房顶 坠到屋子里面 是有一个信心的行动 表现出来的时候 耶稣看见了 好 你的信 让你得救 你的信 医治你 所以雅各说 二章十六节 我们先来读一下 身体没有灵魂 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 也是死的 阿们 我们说我们相信谁 可是你的行为 看起来你不相信他 这个不是真正的信 我信你 我信你 心里来想 信什么信呢 我才不相信你 这个不是真正的 信 产生什么呢 产生行动 为什么今天我们来到 教会参加礼拜 百分之九十九 是来的信心的 如果不是因着信心 我们在这里干什么 还不如我们出去 吃点好吃的 对吧 这么冷的天 我们就吃点火锅啊 是吧 吃点烤肉 多好 为什么在这边 做人又困又累 又辛苦 因着信心 我们才相处在一起 阿们 我们看 瞎子的信息是怎样的 瓦太福音九章十七 到三十节 耶稣从那里 往前走 有两个瞎子 跟着他喊叫说 大卫的子孙 可怜我们吧 耶稣进了房子 瞎子就来到他分前 耶稣说 你们信 我能做这事吗 他们说 主啊 我们信 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 说 照着你们的信 给你们成全了 他们的眼睛就开了 耶稣切切地 主吓他们说 你们要小心 不可叫人知道 什么让他们的眼睛 能够看见 他们的信心 使他们眼睛 可以看见 我们再看 另外一个 迦南妇人的信心是怎样 马太福音15章22节 有一个迦南妇人 从那地方出来 喊着说 主啊 大卫的子孙 可怜我 我女儿被鬼 付得胜苦 马太福音15章28节 耶稣说 妇人 你的信心是大的 照你所要的 给你成全了 从那时候 他有就好 中间还有很多过程 这个迦南妇人 受了很多 耶稣的话语上的这种 算是这个考验吧 对吧 怎么可以把这个 饭 这个渣给狗吃呢 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 你说什么 我都相信你 到最后我也是相信你 所以耶稣经过 一些考验之后 你的信 让你女儿得救 阿们 接下来 往下看 换血漏 这女人的信心 马可福音5章28节 意思是说 我只摸她的衣裳 就会全愈 马可福音5章34节 耶稣对他说 女儿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的回去吧 你的灾病全愈了 这个人的信心 达到什么程度啊 我摸一下耶稣的衣服 我就可以 可以得医治 结果耶稣 摸了耶稣的衣服之后 耶稣感到什么样 有能力 从今的身上出血 所以回头看的时候 看到这个妇人 你的信 让你可以得到那个水 阿们 我们再看 麻风病人的信心是怎样 进了一个村子 有十个长大麻风的 迎面而来 远远的站着 那中有一个 见自己已经好了 就回来大声 归荣耀于神 就对那人说 起来 走吧 你的信救了你 这个大麻风 大麻风病人是十个人 十个人 按照耶稣的做法 去做的时候 十个人都得医治 但是只有一个人回来 来感谢耶稣 耶稣对他说了一句 非常非常重要的话 耶稣对这个 唯一回来的人 说了一句话 说 起来 走吧 你的信救了你 这句话里面包含着 不但他的身体 得医治 他的灵魂也怎么样 得到医治 阿们 他的祝福 比那九个 大麻风病人更加的大 更加的美好 所以我们在神里面会发现 神为什么会医治我们的疾病 神为什么会解决我们的问题 因着 神要通过这样的事 让我们灵魂得救 身体并不最重要 灵魂才是最重要的 阿们 因为他要赐给我们的一个救恩 和我们的灵魂是有关系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是个瘸子 瘸子的信心 这个人呢 不是不过耶稣的一致 另外一个人 谁呀 保罗 我们来读一下 使不信乱 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 两脚无力的人 生来是瘸腿的 从来没有走过 他听保罗讲道 保罗定睛看他 见他有信心 可能痊愈 就大声说 你起来 两脚站直 那人就跳起来 而且行走 阿们 我们秋不时 有发过一个 在非洲 祷告得一致的一个视频 我今天想给大家看 但后来是觉得 还是不要看比较好 不然的话 天天就想这些事情 那个人的胳膊 是骨折似的 折在这边一个黑人 但是后来 胳膊都伸展开了 然后就可以动了 原来是不能动的 只是在祷告的过程当中 一点点地也可以伸展 然后可以动 神如果做功的话 在神的里面有难成的事 阿们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 什么可以让我们可以得救 什么可以让我们可以得一致呢 没有信心 可以让我们得到真正的一致 阿们 我们对朋友大叔好吗 你的信 救了你 信心有大有小 所以我们要小心拿 我们的信心要增加 要信心 有更大的信心才可以 我们看第四点 耶稣担当了什么呢 耶稣担当了我们的失离 引导我们回到正面 有许多人会改 会做见证 说自己信得太晚了 我们今天参加大教会的礼拜了 大教会礼拜的时候 第一个接受洗礼 也不是洗礼 它叫入教仪式 它们叫一丢 我们中国叫什么 叫坚定礼 什么叫坚定礼呢 在婴幼儿的时候 因着他父母的信心 这些人都做过什么呀 做过洗礼 我们教会的很多小孩都做过洗礼 可是长大以后 父母的信心不代表着他的信心 所以成人以后呢 他会有很多彷徨 不相信 远离教会 在世上生活 可是有一些怎么样 重新回到圣殿前 所以在教会要做什么事情 坚定礼 所以就站在前面 然后奉圣父 圣子 圣灵的礼 然后我相信 从今天开始 我真正的成为神的儿女 坚定礼 我们很多人也是 我们在世界上 没有相信耶稣以前 都是一个什么状态 像浪子一样 在迷茫 在彷徨 找不到人生真正的方向 圣经说什么 说我们信住以前 就好像丢了那个钱 好像迷失了羊 好像离开父亲 在外面流浪的那个浪子一样 甚至啊 我曾经是魔鬼 是撒旦的帮凶 帮助世上的人 去迫害 去攻击教会 我哥哥刚新主的时候 在家里面传福音 那我 我父亲母亲 我们三个人 就是专门攻击他们 因为我们三个人 都是党员的 你跟我们讲什么 基督教 那我们是无神认者 就你一个人是 所谓的什么 信了什么西方的 骗人的那个 骗小孩子的那个宗教 我们三个人是天天攻击 他天天骂他 这个周五 在这个睡觉部讲到的时候 我说我哥哥 信主以后 我经常喜欢唱赞美 然后唱歌还跑掉 所以把我们这个 折磨的这个 不行了 他一唱赞美 我们就说 快出去吧 不要在家里面 到那个房点 楼点没有人去唱 但是后来信主之后 他唱的赞美 我一直忘不了 到今天也忘不了 在你的背后 那种赞美 在你的背后 帮助我的救助 给赞美 你会发现 我们在神里 没有信注一起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道路都是什么样 都是迷茫 找不到人生的方向 可是耶稣基督 他帮助我们 把我们从那个迷失的方向怎么样 领回到正确的道路上 今天我们来到神里 虽然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经济上 在家庭当中 在环境当中 在工作当中 可能会有困苦 就算是有这些困苦 我们还会怎么样 还是有喜乐的心 还是有叛乱 还是那个打不倒的 那个小墙 还能站起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找到了 真正的方向 我们知道 我们要走向何方 阿们 耶稣担当我们的迷失 让我们找到 正确的方向 引导我们 回到正确的道路 所以耶稣说 我是道路 我是真理 我是生命 你们没有靠着我 才能回到神的 那个父神那里去 我们今天都是 回到耶稣基督里面 走向那些 那个正确道路 阿们 我们对旁边人大人好了 这条路上 有你 有我 我们一起走 阿们 所以我们中国叫什么 同路人 我们都是一同走 天路人 天路客 同路人 对啊 中国这种说法 很多的 除了耶稣以外 没有别的名 可以拯救我们 除了耶稣以外 没有别的名 可以靠着他可救 耶稣用自己的死亡 使我们回归到 走向天国的 那个正确的道路之上 赐下了 唯一正确的方向 所以不再迷失 不再留难 所以这个世界上 除了基督教以外 别的宗教 都不喜欢我们 因为我们常常说一句话 除了耶稣以外 没有我们就能力 所以别的宗教 凭什么 你们信耶稣 今天堂 我们信 释迦坞 你还上天堂 你们信耶稣 上天堂 我们信 什么老子 我们也上天堂 我们信孔子 可是没有用 他们都是人 没有耶稣 是什么呢 耶稣是神 从天上 降到人间 给了我们真正的救手的道理 阿们 我们看第五点 耶稣担当了什么呢 耶稣的父祖 担当了我们的贫穷 我说的贫穷 不是真的贫穷 是心灵的贫穷 属灵的贫穷 那个对神 对属灵的那种 智慧上的那个贫穷 耶稣和能伟大 祂的全能 命令拖住了万有 我们拖一张纸 让你拖十分钟 你就拖不住了 别说拖纸 让你举手几十分钟 你能举住吗 马上那个手就怎么样 就酸了 就疼了 是吧 摩西和两个人在一起 摩西举手祷告的时候 祷祷祷祷 怎么样 这手就不行 累了 所以需要有人在旁边 扶他 而耶稣他拖住了什么呢 拖住了万有 阿们 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个人 谁在拖住我们呢 耶稣在拖住我们 所以我们在神的保护当中 在神的恩典当中说 路加福音当中啊 十五章当中 那个浪子 离开了他的父亲 以为自己可以生活得很好 我靠你 等你死了 我就没办法 先把钱给我吧 我自己出去生活 我想怎么过就怎么过 最后到了什么程度呢 跟猪去抢吃 对吧 还抢不过头 被主人发现了会怎么样 你怎么敢吃猪的东西呢 这不是给你的 所以这个浪子后来觉得怎么样 我干嘛在你这 受气了 我爸那么有钱 我回我爸那不行吗 结果重新去找了父亲 所以我得罪了天 得罪了地 我也要回到你一起 对吧 就像我不再做你儿子 我给你打工 我也比在那边跟猪抢吃的 要好 因为我爸不可能这么的来欺负我 所以重新会找他的 找他的父亲去 回到父家里面怎么样 父亲就摆设延行 给他穿上好的袍 带戒 穿金带银 我们今天回到神的里面 神给我们是很丰盛的生命 阿明 对方代表 耶稣给你丰盛的生命 耶稣给你丰盛的生命 耶稣不当给我们救恩 耶稣还说什么呢 我让你们生命更加丰盛 那个是神所写的富足 不是说有钱就是富足 有钱就有钱并不重要 不代表我们基督徒都穷了 你有管理钱的恩赐 神就让你有钱 你没有管理钱的恩赐 你浪费钱 祸害钱 因这钱也跌倒 神就不给你很多钱 让你去做韩国的总统 你可以做吗 做两天就跑了 为什么没有那个恩赐 给你很多钱 然后就受试探 花天酒地 那干脆不给你更好 因为你的灵命 你没打到那个城堂 神给我们是属灵的恩赐 阿明 第六点 我们看一下 耶稣担当了我们的刑罚 耶稣对罪人的态度 是怎样 我们看一下 我来读你们听一下 耶稣首先 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祷告 我想问一下各位同姐妹 你们被别人 祷告过吗 你们为了别人的罪 祷告过吗 你们为了别人能得救 祷告过吗 耶稣是没有停止过这个祷告 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三十多年的时间 祂做的最多的事情并不是传福音 也不是一致疾病 耶稣做的最多的事情是什么呢 祷告 而且耶稣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做的是什么事情 也是祷告 祷告之后再去为人做事 耶稣在为罪人祷告 耶稣对罪人的态度 第一点 祂为有罪的人做什么事情啊 祷告 而不是说 你是个罪人 你该死 你应该进入到地狱当中 耶稣没有说这样的话 耶稣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 一直做了什么呀 祝福祷告 阿们 对旁边大人说好了 你要为我祷告 因为我是个罪人 对不起 因为我是罪人 所以你为我多祷告 为别人祷告的人有福了 阿们 为什么为罪人祷告 耶稣巴不得那些人不犯罪 所以为别人祷告 阿们 耶稣对罪人的态度 第二点 对罪人的审判是公平的 耶稣的审判是完全公平的 公义的 没有说因为耶稣 说你是我妈妈 我就对你有什么特别的 没有这样的 在神的面前 罪就是罪 悔改就是悔改 得救就是得救 没有一分一毫的情理 可以讲 这是耶稣的原则 耶稣用良心 用神的话叫人看清自己的罪 我们昨天去安山学习的时候 所以我提到了 我说我们刚信主的时候 我们用什么来判断这是神的旨意啊 神用良心在我们里面定不说话 这是好的 这是坏的 这是神喜欢的 这是不行的 但是你会发现这不太准确 因为人的良心后面有什么有文化背景 有你的生活背景 这个不是非常准确的 所以我们会发现信主以后 慢慢慢慢开始学习圣经 听讲道 开始聚会 对神的话语了解越来越多 最后在我们里面做标准的不是良心 而是神的 神的话语 因为神的话语是完全正确的 阿们 人的良心呢 不完全正确 因为里面有些别的东西在 耶稣赦免认罪的人 耶稣为有罪的人忧伤痛苦 忧伤很难痛苦 耶稣面对罪人的时候 为了他们而忧伤 我们面对罪人的时候是什么呀 该死这个人 对吧 哎呀 这个人呢 虽然不是死刑 我们这个情愿 要让他死刑 为什么 万人恨 这个人太残忍了 做了这样的事情 就是该死 中国有没有这样的势力呀 有没有 有 不是死刑 但成为死刑的 应该是死刑的 没判死刑的 也有 好像是讲情理是吧 耶稣面对罪人的心态是怎样 心里入山 痛苦 为他去祷告 为他去违改 希望他能够回到神的密切 我们面对罪人是怎样呢 如果有一个你恨的人 或者是恨你的人 或者是你的仇敌 你能为他忧伤吗 你能为他流泪吗 流泪可能会流的 为什么 恨得流泪是吧 对 可是耶稣面对 这些仇敌 这些罪人 甚至耶稣面对把他定在石架上的人 这些把他杀死的人的时候 仍然去做了什么事情呢 饶恕 仍然是心中怀着一个什么样 温热的心 父啊 求你圣有他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阿们 可是我面对罪人 面对仇敌 面对不喜欢的人 面对恨我们的人 甚至面对我们的老公 妻子孩子 父亲母亲 可能都会成为仇敌的状态 你这个该死的 天天在我旁边让我生气 所以这个韩国的老人呢 来评价他们的老伴的时候 就四个字 知道韩国人怎么评价他们的老伴吗 天生的冤家 天生的冤家 可是耶稣面对把他杀死的人 仍然怎么样 怀着一颗饶恕的心 我希望我们在石灵里面对罪人的时候 应该有这样的状态 因为耶稣担当了我们的刑罚 他对罪的状态是怎样 耶稣不但饶恕这些犯罪的人 耶稣最终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耶稣担当了所有罪人的代价 耶稣接受的刑罚 是为了让我们的罪的代价得到解决 所以他担当了这种实验的刑罚 阿们 我们对旁边的大人说 耶稣为你 担当了罪的惩罚 耶稣为什么将在这个世界 耶稣为什么变定在实际下上 为了我们 为了我们的罪得到解决 他爱我们爱到什么程度呢 爱到为我们牺牲在实际下上 用他的保血 用他的生命来解决我们这些该写的罪 他对罪人的态度是这样 为什么他要担当这些惩罚 为了我们 不但如此 耶稣还告诉这些罪人 如何能够远离罪恶 走下一条新的道路 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让我能够活出新的生命 阿们 如何能够过不犯罪的生活 我们看 以色亚书当中是怎么介绍的 耶稣讲 以色亦说 五三四到六九一起来读一下 其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我们的责罚 被神击打不怠了 哪知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杀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杀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肿迷 个人偏心几路 耶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耶稣的身上 以色亚书五三章七到九一节 耶稣被欺压 在生活的时候却不开口 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因受欺压和审判 他被夺去 至于他同事的人 谁想他受鞭杆 从活人之地被剪除 是因我们百姓的罪过呢 他随畏性强暴 口中也没有伪诈 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 谁只死的时候与财主同价 这个是以赛亚在四五百年前 他的一个什么呀 七百年前的他的预言 可是耶稣就按照神的预言 成就了这样的事情 为我们担当了所有的忧患 为我们忍受了所有的癫伤 为我们被定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流血 为我们埋葬 最后还为我们什么呀 为我们复活 阿们 我们先来读一下 主耶稣担当了 请 下一颜 好 请 主耶稣担当了我犯罪的刑罚 担当了我的死 担当了我的活 担当了我的生活 担当了我的疾病 担当了我的不安 担当了我的未来 阿们 主耶稣 主耶稣基督担当了我生命当中所有的瘾器 阿们 你愿意把你的签给他 他就为你担当所有的责任 阿们 谁为我们的生命负完全的责任 耶稣为我们的生命负完全的责任 但是你要相信 你要交托 你要把你的生命给他才可以 阿弹福音十一章 二十八条的三纪 我们先来读一下 其 凡老虎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是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复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下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大日子是轻盛 阿们 各位各位姐妹 我们今天生活在世界上的时候 可能会有很多重担 很多忧患 很多痛苦 很多疾病 特别是到了2019年快结束的时候 我们回顾我们一年当中我们经历的 我们觉得 哎呀 我真是苦啊 为什么我的生命 我的生活这么的辛苦呢 可是耶稣在说什么 耶稣说不要怕 来我这里 我要让你们得到真正的安息 我替你们担当所有的忧患 替你们担当所有的刑罚 替你们担当所有的疾病 所有的事 你交通给我 我为你们负完全的责任 阿们 这个为我们负完全责任的主 让我们一起来到他的面前 向他献上美好的赞 阿们 荣耀哥 一边站 两边先封键 天使和声飞翔 天使歌声传一笑 高山响一响光耀 拥有慧悦的地 祈福家神将一抱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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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止 荣耀 为止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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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止 生命都要为 最后一样 无忍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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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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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阳闻与志愿报仙 大家来到玛丽兰 朝鲸上与心结传 群星为拜祝耶稣 朝鲸上与江山 荣耀 荣耀 荣耀为人生 荣耀 荣耀为人生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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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为人生 阿们耶稣 我感谢祢为我们将生到这个世界之上 愿祢的荣光能够充满这个世界 愿祢来自天生的喜乐 来自天生的平安能够充满在我们当中 感谢祢为我们担当了一切的患难 感谢祢为我们担当了一切的苦痛 感谢祢为我们担当了一切的患伤 也感谢祢为我们担当了一切的喜法 因着这样的事我们就得平安 得喜乐 得着你真正的救赎和赦免 愿你的儿女们来到你面前向你告白 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切都交通给你 求你托起我们 求你保守我们 我们出 我们入 无论是白天 无论是夜晚 无论是太阳 无论是月亮 我们在神的里面求神每天都保守我们 特别把我们2019年放在神的手中 让我们来到这边前 献上感恩的祷告 向你献上悔改的祷告 向你献上饶恕的祷告 把我们一年当中在你面前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来你面前向你告白的时候 求你亲自的来帮助我们 是我们在2019年有美好的结束 2020年有新的开始 因为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所有的计划 梦想 意向都交托给神 求神亲自的引导我们 成就 以那美好的工作 将你生命当中彰显你的恩典 说我们成为你所取的见证 成为你的使者 感谢你 今天在你面前奉献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 请你敞开你天下的窗户 将你来自天下的祝福 三十倍 六十倍 百倍的 浇灌在他们的里面 求你让他们在生命当中 看见你的同在 感谢你 于是他的祷告 是奉美耶稣的名求 阿人 好 我们对旁边进行问候好吧